一个假日的午后 小树蛙来到狐狸猫家一起做甜点 两个人边准备材料 边聊着自己这周学到的新知识 小树蛙迫不及待地告诉狐狸猫 自己学到原子量这个名词 果然狐狸猫还没学到 听得一头雾水 小树蛙于是拿起手边的砂糖 问狐狸猫说 你知道一颗什么? 一颗砂糖加一滴水的质量是多少克吗? 狐狸猫想着 量量看不就好了吗? 只见它将一颗砂糖 放入电子秤上的空碗中 又用滴管滴入一滴水 但电子秤的数字却动也不动 狐狸猫惊讶了 问说 是不是因为糖水的质量太轻了 电子秤秤不出来? 狐狸猫问 一颗糖和一滴水的质量都量不出来 那一个原子或一个分子的质量要怎么测量呢? 小树蛙解释 因为一颗原子的实际质量很小 很难直接测得 所以科学家使用比较的方式来表示各原子的质量 狐狸猫问说 可是一个原子太小量不出质量 我们也可以测量多个原子 然后再除以个数就好啦 例如 我们可以拿一千个碳原子来测量 然后再除以一千 就可以知道一个碳原子的质量是多少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啊? 小树蛙回答 一颗碳原子实际的质量是1.994乘以10的质23次方克 一颗氧原子的质量是2.67乘以10的质23次方克 你能计算出五颗碳原子加五颗氧原子的质量吗? 狐狸猫一听 念着5乘以1.994乘以10的质23次方克 加上5乘以2.67乘以10的质23次方克 好复杂哦 我忘记10的质23次方要怎么加减乘除了 小树蛙说 没错 就是因为计算起来也太不方便了 科学家才会用比较的方式来表示各原子的质量 原子量 科学家以碳原子的质量作为标准 订定碳12原子的原子量为12 再取和碳12原子相同数量的其他原子来量测 依此订定出其他原子的原子量 小树蛙举例 相同数量的碳12原子和氢原子间的质量比是12比1 订碳12原子的原子量为12 则氢原子的原子量为1 再举一个例子 相同数量的碳12原子 举氢原子的质量比是12比16 定碳12原子的原子量为12 则氢原子的原子量为16 狐狐狸猫听懂了 突然想到 那原子量的单位是什么呢 小树蛙回答说 因为原子量本身是因为互相比较而得到的比值 所以不适合以功课来作为单位 因为功课对原子量来说太大了 狐狸猫还有疑问 那如果想要计算的是整个分子的分子量 例如,一个二氧化碳分子的质量 是不是就等于一颗碳原子 加两颗氧原子的质量呢? 小树蛙开心地说答对了 分子量会等于整个分子中 所有原子的原子量总和 我顺便给你看这张常见元素的原子量 这样你之后想要计算就会很方便了 小树蛙说着便将这张笔记交给狐狸猫 狐狸猫又有疑问了 为什么标准是用碳12原子来定定呢? 小树蛙回答 这个标准在科学上也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才定定出来的 其实在一开始 科学家道尔顿选择的是以 氢原子的原子量一作为标准 但后来发现 因为氢原子没有中子 使用氢原子作为标准 会忽略中子对质量的影响 所以科学家们努力寻找更适合的标准 而后瑞典化学家贝采利乌斯 透过实验找到氢于氧的原子质量比约为1比16 之后比利时科学家斯达提出以氧的原子量16作为标准 成为最早进行原子量精确测定的人 这个标准沿用了将近一个世纪 但因为当时在化学和物理上 养的原子量基准不同 于是科学家便试着统一出一个基准 在1957年 德国科学家马陶赫 终于提出以碳12原子等于12为基准 一来是因为有机化合物 必包含碳原子 可以测量的物质种类很多 有助于减少误差 二来也是因为由原子核内 有6个子子和6个中子的碳12原子 在自然界中很稳定 在质朴仪内比较容易被精确地测量 1961年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接受这个建议 于是一个被世界公认的新原子标准 就此诞生 并且沿用至今 狐狸猫把今天学会的新知识 做了重点整理 原子是极小的粒子 无法直接测得它们的质量 所以通常以各原子的质量 互相比较之数值 来表示原子的质量大小关系 称为原子量 现今国际上 共同订定原子量的标准为 质量数为12的碳原子 原子量是比较的数值大小 不会以公克为单位来表示 分子量为分子内所含的 所有原子的原子量加总 最后和狐狸猫与小树蛙 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想一想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将原子量 跟现实中的质量结合 让人更容易联想 原子量的质量有多少呢 一、二、三、三、二、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